我们还不到三十岁 就这么整天上班下班 拿这么一点死工资 我现在都看得到 我四五十岁以后是什么样子 这样的生活有意思吗 胡梦和陈然是一对恋人 美院毕业以后 他们的不少同学去了广东闯达 而两人则回到成都皮县做起了老师 过着稳定且平淡的生活 是 在这样的小县城生活起来 是挺轻松的 但是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很多人趁着现在年轻 都在外打拼分斗 我又不比他们差 为什么我不可以 说实话 我还是放不下它 可现在机会又在眼前 也许错过以后不会再有 晨晨 跟我一起去奋斗吧 有你在我身边 我会跟他死 好不好 青森小梦他提出的诉求是 跟我一块去奋斗 当然这话是说给他男朋友听的 也有压力 也有纠结 所以现场观众 你们觉得他压力大吗 如果你们觉得压力大 请按赞成见 压力出影像 差不多刚刚过半 现场观众还是觉得压力蛮大的 那接下来我们把青苏人 胡梦和陈然请上场 欢迎二位 都知道你们是学美术的 现在你们遇到问题了 是啊 跟我说说看压力在哪里 我们毕业以后 在成都匹县已经工作了四五年了 可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就是今年四月份 在深圳同学的推荐下 深圳腾讯的公司 美工部看中了我们两个的作品 就希望我们过去试用 是网络设计公司 还有一家开的是室内装修公司 你觉得人家都那么拼搏 我们就在这里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这样有意思吗 觉得很好啊 就是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 不是羡慕别人 其实这很自然 他们刚到广州 或者刚到深圳的时候 都是很辛苦 比我们辛苦千倍百倍 人家现在取得现在的成就 是可以的 完全可以理解 没有必要去什么 但是现在做什么工作不辛苦 人家虽然辛苦 可是人家放假的时候 假日长的都去国外度假 假日短点的都去香港购物 我们呢 我们虽然时间很多 可是我们放假没事的时候 都是去去什么五猴池啊 锦里 宽展巷子这些地方 去过最远一次都是酒在沟了 这已经算是很收拾的了 我还是在四川的地劲里头 几年里有没有搞过同学会啊 有有 每年同学回来的时候 聚餐的时候 都会聊到一些话题 可是我们呢 我们聊的事情 都是学校里的事情 除了学校里的事情 还是学校里的事情 而且他还聊得津津有味 怎么做学校的事情 让你很丢脸吗 做老师有什么不好呢 这不是丢不丢脸的事情 而是他们聊的 一说的时候 你多么单纯的 现在怎么变这么现实 他们聊的一些话 都是一些什么商业啊 什么运行 怎么赚钱的一些东西 我压根都听不懂 我觉得我们跟他们的社会 已经脱轨了 我问一下胡蒙 我也有同学是美院的 他在我们那儿也是小先生 人家开了一个培训班 小孩子的培训班 你们有吗 你们有开吗 你还说培训班了 我们也有开培训班 小城市生活 在武门看来 就像一口井 而他自己和男友 就是那只井底之蛙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 四年多的时间 从未曾跳出去过 如今 外面的世界 已经向他敞开了一扇门 他不想错过 因为在他看来 收入的差距 同学会上的反差 这些在男友眼中 不是问题的问题 连同接下来 他口中提到的那件 培训班的往事 都是他坚定走出去的理由 可是这培训班办了不到一年 就被他私自给我关闭了 而且还没给我商量 这个有问题吗 开培训班 因为培训班这个事情 在学校里面 虽然没有名文禁止 但是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忌讳这样做的 就是老师私自出来 开培训班 可是我不去开 也会有别人去开啊 但是为什么 赚钱了我们两个人 也一人一半啊 难道我一个人的 为什么不允许开了呢 开了一年不到 然后就因为有一些同学嘛 就是说有一些学员 也是我们原来 在班上教的那些学员 他们有时候不小心 在学校里去说 然后就被其他的 一些老师听见了 学校领导知道了 就找我去谈话 就是说 福莫 你要这里做的话 你就好好在这里做 你把你那边的事情 给我有一个了结 他就这样说 我就觉得很不公平 我又没有利用上课的时间 去做这些事情 我是节驾驶去的 我这有什么错 但是你当时跟那些领导 是什么态度 搞得 你总是在那里等等等 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都这样 就连我们吃饭 打出租车 他也这样 在男友口中 胡梦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个性太强 太张扬 而这个性格 连同他的男飘想法 都是不见后果的冲动 可是 胡梦却不认可 想法 在他的眼中 男友就像一只煮熟的鸡蛋 固执没有生气 在男飘这件事上如此 在生活中更是如此 那天我们下班回家 我们也很急 我们去 就是等出租车 都等了二十多分钟了 高峰期嘛 你也知道很难等 但是 我们等了 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 却被后面的人 冲冲冲地跑过去 给我们抢了 我就很生气嘛 我说我们也很急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 他就劝我说 哎呀 你没事的 人家时间很急 我们再等下一辆 这一类的话 我说 你一次两次 就这样就行了 可是五六次都这样 你说是不是 他的思想有问题 很简单啊 忍一步海阔天空嘛 每次都忍吗 连吃饭里面 油条虫子也能忍吗 我们偶尔会在外面吃饭嘛 可是我们点了好菜 正准备吃的时候 那个菜里面突然端过来 你说在菜里面 中间还无所谓 他就很明显在菜上面 我一眼就看见了 小强啊 很有心啊 我现在都很反胃 说了这个事情 好 好 好 那他是怎么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要找老板理论 我说作为菜银行业 不应该有这样的错误 而且他倒好 他说 你夹出来丢失了吗 这一条虫子吃了 又不会死人 他这样说 本来那家店在我们也是老店 平时不会出这样的错的 然后他当时脾气太大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了 因为如果他一去找老板理论的话 我不知道会吵成什么样子 我只是跟他讲 作为菜银行业 这样的地级错误 不能犯 明不明白 你看你现在说起来都那么冲动 你可以想象你当时的情况 那那条虫子你吃下去得了 后来那盘菜你们吃的还是没吃 没有 钱交了还是没交 付了没付 因为我们也是 作为知识文化的人 我们不能就是说麻不讲理 还是就让他换了一盘 换了一盘 对 因为我们又不是说来吃霸王餐 来烙事的 对 他总是这样的性格 他的理论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是的 我觉得挺好啊 我不觉得好 为什么 他总是都这样 每次都是这样子的人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不然的话怎么能 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混成现在哪个样子 我现在又觉得没什么不好啊 他现在哪不好啊 他现在就这样的态度 他现在就觉得我们工资低了 以后可能担心我们以后生活 会供应不上嘛 然后就想去南方啊 反正有同学介绍 就过去试一下 我就搞不懂 你去过深圳吗 我去过 我去游玩了十天 我看到我们那些 我们那些同学们的 那种精神面貌啊 那种节奏啊 我们这边是无法比的 你知道吗 我去了那边 我那天早上起得早 我看到那些上班人群啊 你知道吗 六七点钟七八点钟 他们那种节奏啊 从我身边走 都像一阵风一样似的 走路坐公交车啊 都是跑着坐地铁啊 咚咚咚咚咚往那里冲 然后呢 我也坐地铁 我想去那个滑翔北那边 逛一下吧 别个人都是冲着过去啊 冲着过去啊 而我不是走过去的 可是被他们挤过去了 后来那个人就很好奇 他说你干嘛呀 你不上班吗 你怎么发呆啊 我说我还没反应过来 这就叫深圳速度 但是这种城市的发展 这种节奏就是这样的 你很像吗 我觉得我们还年轻啊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 去获得啊 而且我们不一定就是说 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啊 好 听了你们的倾诉 我们要跟四位嘉宾交流 进入我们今天的 简压面对面 我问一下男生陈然 如果在你们学校当中 不是按能力来的 那么同样的能力比你差 虽然资格比你老 一直当你的领导 你服气吗 这个我觉得 你理所当然 我觉得是理所当然 应该是这样的 对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按照惯例都是这样的 按照惯例都是这样的 你也不会有丝毫的愤怒 还是默然承受 你会有愤怒没有 我为什么要愤怒呢 同样的能力不如你的人 工资拿得比你高 你服气吗 谁让他比我先去呢 如果他不比你先去 他有关系 他就拿得比你高 你服气吗 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谁让他有关系呢 你是站在狐梦的立场上 考虑这件事 你还是站在狐梦和陈然 两个人的立场上 考虑这件事 你要站在狐梦的立场上 考虑这件事 简单得很 你要站在你们两个人的立场上 考虑这件事 就得给两个人的未来 找一个妥协的方法 就是我很纳闷的 你们09年就毕业了 那也都四五年了 你们俩都还没有结婚 你们从来没有谈过 关于结婚的问题吗 是这样的 在之前 他升职之前 我们已经在考虑了 结果就是升职事件嘛 结果那次没有提到他 是哪一年 你们考虑结婚是哪一年 就是在今年是一四 是在一二年 然后那次没有提到他 然后因为他本身资历也不够 然后接着培训班 又被迫被关了 他心情一直都不好 所以我也就没有再 没有再敢继续提这件事情 我就是怕他想得太多 我们现在没有那个经济基础 怎么结婚嘛 怎么没有啊 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而且之前都是平平淡然过的 我也没有说就是 让你没有饭吃 没有衣服穿 你想让他不走 是不可能的 他不想呕死在这 你要是让他不走 我这辈子的恨你 你先不 我倒不一定 一定认为他出去 我倒觉得你要想留着他 你至少让他留在这个地方 他是开心和快乐的 没用 没用 他开心不了 他刚刚说了 我办培训班 其实办培训班 能够留住他的心 你不让他办 没用 他想辞职 你不让他辞职 你不相信问他 办培训班 你留在皮线吗 不行 我还是要去身上 你今天没有什么 我的心已决 我觉得我决定的事情 就是要去做 我没有去做 我怎么知道结果 人是要改变的 胡蒙我跟你说 是这样子的 你在追求的是 你将来的一个事业 而不是你将来的一个家庭 你仅仅在追求你的事业 那么你的事业 就不要把家庭 这个因素考虑进来了 所以你不要去强求他 因为他也没有强求 你一定要留下来 胡蒙 27岁了 要准备开始闯荡了 那这个时候 可能你要做好 另外一个准备 第一 去那个地方 肯定会进到那个公司 得到那个职位 试用期三个月 好 第二点 有可能会留在那个地方工作了 月薪可能过万 后悔 也最后看淡了 这是出事 你要是真的 分析了深圳的前景 尝试过了之后 积极备战 有规律的 有规律的 有计划的 到深圳去奋斗 那是积极的入市 你们俩的处事方式都有问题 要互相结合 争要争 让也要让 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争其必然 还要顺其自然 你不要太争了 你不要太让 你让他去一段时间深圳 如果他在那边 确实是快乐的 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我想你那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想一想 如果你那个时候 还想不通 你们就趁早拉倒 刚才胡梦说了一词 去意已绝 但是不能决然而去 应该考虑到 更多的时候 照顾到他人的感受 做最周全的考量和准备 好吗 好 接下来大声说出来 让我牵住你的手 不再放开 让我陪你走下去 哭了相伴 感谢你让我领悟 让我大声说出来 我要去深圳 即使我一个人我也要去 只是现在我有一个很自私的希望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 我习惯了有你一起 我习惯了被你的照顾 我这样子做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因为我考虑得很长远 我希望你认真地考虑一下 好不好 梦梦 我知道 你有你的理想 但是我也有我的理想 我从一开始 就只是想要一个 平平淡淡 安安静静地和睦家庭 但是如果这个家没有你的话 会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也听听看现场观众 你们支持胡梦 南漂 实现自己的人生梦 请你们选择赞成剑 如果你们觉得 胡梦应该留下来 请你们选择反对剑 来 请按键 现场希望胡梦追逐自己梦想的观众 占到了74% 接下来我们会为胡梦升起选择住 你再有十秒钟的思考时间 来 升起选择住 如果胡梦坚持要南下去深圳 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请按键 如果你还是想 留在自己爱人身边 过开开心心的生活 你可以选择不按键 请选择 他还是坚持要南下 那看看陈然现在的决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未听必须 необходимо 准备 éis 等待遇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